爸爸开车撞死了人 身为警察的儿子立马赶到了现场 此时远处走来几个老爷们儿 上来就要五百万的封口费 儿子亮明警察身份 但却遭到了黑帮的嘲笑 无奈的他只能将钱转了过去 黑帮怒了 上来就要做他 警察用手用不录 对方脑袋刮卡马路牙吐鲁皮了 直接卡抽抽了 没一会儿就嘎了 男孩简直要吓懵了 自己和老爹竟然来了个double kill 意外的是黑帮没有计较 反而好言相权 警察小植就这样开始为他们卖颖 警局里 小植利用植物质变 删掉了毛太久的犯罪证据 还经常迷惑钢太 干扰警察的办案方向 此时他正在毛太长的办公室里 接受着最后一项秘密任务 而长毛派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杀了自己的师父钢太 钢太已经通过嫖族长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夜晚 他将小植约到长区的酒馆 上来就给对方道了满满一点 小植不明所谓 一口喝光的杯子里的烧骨 紧接着钢太掏出手枪 在桌子上放了两颗子弹 让小植开枪打死自己 随后便转了过去 小植痛哭流涕 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师 对不起师娘 心灰意冷的他一个人走出餐馆 在江边喝起了闷酒 此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杀人狂猫太久静约他见面 小植醉醺醺地来到赴约地点 这次他没有屈服 而是用手枪抵住了杀人狂的脑袋 只可惜他还是没有勇气扣动扳机 被身后的把水里昏住横门 男人将他带到了一处隐蔽场所 这是毛太久用来杀人的专门场地 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铁球 小植的下场可想而知 另一面 全九顺着毛太久的资料开始调查 发现他幼年时一直住在一处海边别墅 太久的妈妈在别墅里自杀 这为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最近 钢太一直在寻找毛太久的杀人游乐场 全九认为 那栋别墅极有可能是对方的秘密基地 深夜 两人偷偷潜入别墅 院子里停的是毛太久的号车 地上是一滩滩尚未凝固的血迹 两人顺着线索走进室内 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声音 地下室里 毛太久轮起三百斤的铁球 将小植打得口吐鲜血 小植一边颤抖 一边问候了对方的巴本里头 太久用铁球子打了七十多下 直到对方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通过监控 男人发现全九和钢太正在楼上的客厅 此时他的内心一阵兴奋 决定好好陪两人玩玩 就这样 太久启动了别墅的防御系统 所有电闸全部关闭 房间里也没有了任何信号 两人试图走出别墅 可没想到房门也被锁死了 这回 他们彻底出不去了